别紧张 走 走 各式你考核的老师 清明老师 好 海鲜老师 你说你老师 走 交个礼了 李老师好 你好 很漂亮的小姑娘 老师好 你好 请坐 老师好 我叫刘成池 那个池是杨洁篪的池 对 杨洁篪的池 我那个字看着很难写 对 有点生辟字 老师您好 您好 请坐 你了解法院的法医吗 就是了解过一点吧 因为之前我自己俯修了法学嘛 所以对法律这方面还挺感兴趣的 法院的法医的话 它可能就不会像是公安或者司建所那种法医 它自己去做一些鉴定 所以我想可能法院的法医 主要还是从事一些 对于鉴定意见的审查吧 您回答的挺对的 法院法医啊 主要是帮助法官审核证据 那么最高法院的法医呢 主要就是针对死刑案件当中 涉及的一些法医学问题 进行基础咨询和技术诊核 帮助法官甄别证据 解读证据 这次考核呢 会把你带入最高法院的法医的这个身份 然后通过一个案例分析呢 帮助法官甄别被告 应该承担的责任 它主要是死刑案件 案情是这样的 就是有A B C三个被告 A B呢是两个大高个儿 一个1米85高 一个1米80高 C呢比较瘦小 是1米58 死者和A B的身高是比较接近的 他们三个呢 都跟这个死者关系不好 有积怨 然后那天呢 A B 腰着C 一人拿了一把一模一样的折叠刀 把死者逼到他们家里头 然后呢 A和B呢 对死者进行拳打脚踢 而且呢 统刺了多处吧 然后C呢 趁其不备呢 也尿尿尿弱弱的呢 也扎了一刀 后来这个死者当场就死完了 司法器官呢 把这个案子诉到法院 确定了A B为第一被告 C为第二被告 对这个结果呢 他们都有不同的意见 A B认为呢 C应该是跟他们是同等责任的 一块参与了这个事情 C呢认为自己就是同一刀 觉得不公平 那么现在呢 法官呢就是想通过法医呢 就是要区分这三个人的责任 这个里面呢是主要的案情 另外呢这个是现场跟死亡有关的七张照片 一会详细看一下 然后我们考试的时间是十分钟 那我开始计时 好 那我感觉他的那个浮墙内的出血量是比较多的 对的 因为给的是三张的体表处 然后其他内部脏器都比较完好 对对 那我觉得很可能就是一个失血性休克 大量出血死瘾 嗯 法医可能就是肝破裂引起的 对 这个肺脏的损伤 对他死亡有什么影响没有 嗯 他可能只是一个不是导致他最直接死亡的原因 就不参与那个死瘾的构成 他肯定是辅助死瘾 那你现在觉得这个肝脏的这个肝破裂的主要的致死的这个损伤 应该是ABC当中谁 损伤的可能性大呢 想问一下在案情中会不会就是有 就比如说一开始他们几个人对他进行一个全大脚学家刺创之后 那被害者他的体位是不是会有一定的改变 他就是基本上是一个站位 然后倚在墙角 其实他是只刺了一刀吗 他只刺了一刀 正面位 对 你看一下正面他还有照片 我觉得如果是从身高上 然后这个死者他又是一直是一个站位的话 因为他是1米85嘛 剩下两位都跟他长得差不多高 肝他也是在腹腔这一块嘛 对 所以要靠下位 对 我考虑有可能就是由C造成的 嗯 他的这个体表的这个创主要存在于他的右侧 因为三个人对他进行一个统刺的话 肯定不可能三个人都站在他的同一侧 肯定会有人站在他的右侧 他的腹腔出血是特别特别多了 已经达到2000毫升了 对 胸部的这些创口其实都是比较浅的 这个是颈部吗 嗯 它是颈部肌肉有一个浅层的出血 这个对死亡不起主要作用 腹部的这个损伤是来源是什么呢 肝脏它其实有一个两厘米长的一个创口 嗯 我觉得这个腹腔内的血应该就是肝脏破裂造成的 然后死因应该就是肝脏破裂施血型休克死 那这三个人呢 你划分一下责任 肝破裂这一刀谁扎的 呃 C吧 我觉得是C扎 考虑他的身高的话 比较矮和这个死者 他的身高有一定的差距 如果对其进行捅刺的话 应该能捅刺到这个肝脏的这个部位 首先我进行一个排除吧 就是身上有发现 背部有多种这种创口 A和B可以是排除的 因为他们说他捅了 但是他们捅的都不是致命的伤 右肌类区的这个有一个创口 然后对应的看到因为肝就在右肌类嘛 然后他这个肺破裂是也是有的 胸腔积血比起肝的这个损伤 然后腹腔的一些出血量来看 直接死因应该就是这个肝脏损伤的一个 失血型修可 呃 胸手就是C 肺脏损伤起到什么作用呢 他这个肺破裂 呃也是应该加急了他这个出血的那种速度 还有推一下A和B是哪一个干了吗 你愿意推推一推我推一推 我推一下老师 呃 1米8我 1米8 1米8干的 为什么 因为 他比他矮 行 关于A和B的区分呢 以后我们还可以再探讨 答案呢就是说 胸部多发刺疮 治肝脏和肺脏的破裂 导致失血型修可和呼吸循环舌节死亡 肺脏的破裂呢 加速了他的死亡 是一个辅助因素 那实际上直接治死呢是C 你的结论答案呢是正确的 回答的还是挺不错的 你表现也不错 谢谢老师 欢迎你将来如果有机会 到法院来工作 其实我挺想去那个法院 当那种法医的 因为我之前还俯修了法学 我觉得你也很适合 我还做法律其实挺感兴趣的 我给你签下次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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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孩子都很优秀 这个眼界呀 反应力呀 方方面面 都挺拿得出手的 每个人各有所长嘛 谢谢 好 欢迎你到新疆来了 好 我还没去过呢 想往中 新疆欢迎你 更多探案就来芒果TV官方自营品牌 芒果M City 本节目由芒果M City赞助播出 动感芒果卡 青春不设限 动感地带芒果卡 邀您收看 出入职场 法医季二 DNA认定犯罪 作用非常突出 我想通过这次考核 让法医的后辈要体会到 在大学里所学的知识 是远远不能满足现实所需的 希望他们走向社会 走向实践不断地提高 提升自己的专业素质 王老师 王老师 觉得这是行政专业 对对对 侦察学 老师您好 你家就住了乌鲁木齐 对乌鲁木齐的 听说您在新疆待过 对我在新疆待过饼梁 王海生老师您好 王海生老师 我本人是从事DNA鉴定的 今天的考核题目 也就是我本人经历过 这个现实案件改变过来的 是基于DNA判断 来确定作案人是谁 基本的案情我给你说一下 发生在湖北某地凌晨 这个警察呢 就在一个高速路口 就发现一辆红色的 可疑的小轿车 这个里面坐了 有三个人 就两名警察跑过去 进行盘问 盘问的时候呢 车内就突然有人 掏枪射击 开了两枪 其中有个警察就要倒下地 无心牺牲 另外一个警察呢 就侥幸幸免于难 我们在现场呢 也提了很多物证 这个物证呢 我们也送到公安机关的DNA实验室 进行了DNA检验 也获取了相应的一些信息 这个时候前方办法民警呢 就给我们打了个电话 他说呢 某个地方啊 发现了有三名可疑的嫌疑人 经过那个照片比对呢 可能是这个车上的三名人 需要我们做DNA的民警啊 进行个快速的确认 必要的时候当场击毙 现在呢我们就在这里设置了考点 现场图啊 就放在这个边上 你有十分钟的时间 你要通过你的专业知识 和你自己的判断 结合这些物品的DNA的那些检验信息 你要告诉我 谁可能是开枪的凶手